杜邦是一家1802年诞生于美国的化学制品和销售公司,这样一家影响力极大的老牌公司却有着一段震惊全球的黑历史。 今天要讲的这部影片就是由这个案件改编而成的电影《黑水》。 故事要从一起不起眼的诉讼案开始。 罗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1998年他正式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经过八年的努力,罗伯终于事业有成。 此时,秘书事宜外面有人找他,是一位来自帕克斯堡的名叫特农的农场主。 他递给罗伯一个箱子,里面是他录制的视频证据。 他认为杜邦公司污染了河水,害死了他家的牲口。 但罗伯表示,自己是专门为化工企业做辩护的律师,杜邦是他的客户之一。 这不是要他得罪金主爸爸吗? 罗伯想推荐其他律师给他,但特农让他先看看视频再说。 而且自己是罗伯外婆推荐过来的,外婆也住在帕克斯堡。 那里没有律师敢接这个案子,只能来辛辛那提寻求帮助。 罗伯带着一律来到外婆家,探望过外婆后,他来到了特农的农场。 特农见律师来了,二话不说,直接开始吐槽杜邦公司的恶行。 杜邦公司留下的垃圾堆就在山上,污染了河流。 特农去投诉了那条河后,杜邦公司就用围栏把垃圾围起来了,现在什么也看不见。 然后他拿出从死牛身上取下的严重变异的器官给罗伯看。 胆囊比心脏还大,牙齿漆黑无比。 随后,他带罗伯来到小溪边,罗伯没看出溪水有什么问题。 特农告诉他,溪水其实被污染严重。 杜邦公司为了不被发现,晚上会往水里放漂白剂。 犀利的石头已经被漂得发白了,他的牛就是喝了这里的水才会变异死亡。 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190头牛。 特农该联系的部门都联系过了,环保局的人也来做了一份调查报告。 但报告的内容并没有告知特农。 几天后的一次宴会上,罗伯找到了杜邦公司的法律顾问菲利普, 问他要特农农场的调查报告。 菲利普答应了他。 很快,罗伯带着调查报告来找特农。 报告显示,特农的牛群管理存在问题,缺乏医疗护理和营类治理。 显然把一切责任推到了特农身上,特农很气愤。 此时的罗伯还不相信是杜邦公司的问题,两人争论起来。 此时,特农察觉到一头牛不太对劲,让罗伯马上躲进车里。 他拿着枪对着发疯的牛按下扳机,特农抚摸着死掉的第191头牛,无比难过。 亲眼看到这一幕的罗伯十分震惊。 回到公司,他跟领导一起观看了特农给他的视频,里面是特农解剖死牛的场景。 罗伯认为是杜邦在帕克斯堡的分公司造成的污染,他准备起诉分公司索要赔偿,找出垃圾堆里埋了什么。 罗伯打电话给菲利普,菲利普答应把垃圾填埋场的相关资料发给他。 罗伯表情轻松,以为这件事情很快就能解决,不曾想这件事情要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 时间来到1999年,特农案开始一年后,罗伯一直在查看菲利普给的资料,终于发现了一个叫PFOA的特殊物质。 他到杜邦公司官网查找这个物质,但没有搜索到任何相关资料。 他认为,菲利普愿意把资料交出来,是因为他早就知道,垃圾厂里的有害物质不在环保局的管制范围内。 晚上,他参加了化学联盟的晚宴,见到了菲利普,问他PFOA到底是什么。 菲利普脸色大变,骂了几句脏话,生气地走了。 看到菲利普这个反应,罗伯知道了问题并不简单,不顾领导的反对,罗伯坚持起诉杜邦。 不久后,菲利普送来了法庭传令的资料证据,一箱箱的资料填满了一个房间,显然是故意刁难罗伯,想让罗伯知难而退。 但他们小看了罗伯的毅理,他开始没日没夜地查看文件,就这样过了一年。 他一直在思考,PFOA到底是什么? 这一天,他突然在儿子的书上看到了牙齿这个单词,忽然想到在帕克斯堡看到的小女孩,牙齿都是黑的。 他马上联系了化学家,对方说如果人长期喝了带有孵化物的水,牙齿会变脏,甚至完全变黑。 有了新线索,罗伯马上返回公司查找资料,与此同时,特农病得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去医院看病。 回家后,他发现家里一团乱,那些牛的变异器官也不见了,他马上意识到是杜邦公司的人来拿走了证据,他马上把剩下的纸质资料藏了起来。 突然,听到屋外一阵声响,是杜邦公司的直升机在特农家上空盘旋。 这是一种警告,但特农丝毫不畏惧,晚上抱着枪躺在外面,坚毅地守护着这片家园。 另一边,罗伯有了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令他惊恐万分,他跑回家告诉妻子,杜邦在故意给所有人下毒。 PFOA是一种人造化学制剂,他几乎排斥所有元素,尤其排斥水,起初被用作坦克防水涂层。 后来一些公司打上了主意,他们想让这种材料走进美国的每家每户,杜邦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将PFOA重新命名为C-8,制造出一种不可透涂层,将这种涂层用在平底锅上。 他们把这个产品叫做特福龙。 参与特福龙制造的工人们都出现了呕吐,发烧的状况。 杜邦公司想知道原因,就将特福龙夹在香烟里分给工人们抽,结果几乎所有工人都住院了。 所以,杜邦公司其实在产出特福龙一年后就知道了它的危害。 距今已经40年了,但他们依然将有毒气体排放到空气中,将有毒沉淀物排放到河里。 他们还曾用老鼠做实验,发现老鼠的器官肿大,而且开始患上癌症。 接着又用怀孕的老鼠做实验,发现新生的老鼠眼睛是畸形的。 于是,他们调离了特福龙生产线上的女员工,其中一个正好怀着孕的女员工,她生下的孩子只有一个鼻孔,一只眼睛是畸形的。 他去问杜邦公司,是不是C-8造成了她的孩子畸形?杜邦公司当然不会承认,还把她的工作记录删除了。 一年后,他们让所有女工重新回到的生产线,并且什么也没说,C-8不只存在在特福龙里,还有油漆,羽衣,靴子里都是。 杜邦知道这一切,却毫无作为,因为仅特福龙这一个产品,一年就能让他们获得十亿美元。 丰厚的收益蒙蔽了他们的心。 罗伯找到特农,告诉他事情的真相,说这是民事案件,只能从中获得赔偿。 特农很生气,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只希望把他们都关进去。 罗伯作为律师很清楚,想要证明是C-8毒死了牛是很困难的。 化学家们都是为化工企业效力,而且这些企业有的是钱,他们耗得起,跟他们斗,简直就是以卵基石。 他劝特农离开这里。 罗伯再次震惊了,杜邦到底还要害死多少人。 晚上,他给环保局发了举报邮件,不久后召开了听证会,罗伯阐述着自己的观点,请求政府部门做点什么,但此时的杜邦老总却丝毫不慌。 原来,他们给帕克斯堡的住户发了通知,说饮用水中的有害物质含量绝对是安全的,但罗伯在公司会议上指出杜邦在撒谎。 据你饮用水中,C-8的含量远远高出了安全标准,他们只要证明这一点就可以了。 在其他同事都不认同他的做法后,领导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他让同事们好好读读罗伯收集的证据,所有人都应该揭露杜邦,因为他们已经超过了做人的底线。 2002年,法院再次开庭,特农坐着轮椅出现在庭外。 法庭上,杜邦公司还是坚称水中C-8的含量是安全的,并邀请化学家们证明此事。 这次的辩论引发了许多关注。 2003年,媒体真相报道这一件事,引发舆论狂吵。 2004年,杜邦开始了舆论反击,但迫于舆论压力,环保局再次组织听证会。 然而在听证会前,罗伯收到了一封威胁信。 但在听证会上,罗伯依然一五一十地指出杜邦的恶行。 听证会长达七个小时,最后罗伯还拿出那张畸形儿的照片质问杜邦老总。 看看吧,这就是你们的研究对象,你们良心不会痛吗? 会议结束后,罗伯全身颤抖地回到车里,小心翼翼地转动车钥匙。 还好,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几天后,环保局公布了处罚决定,杜邦公司被罚1650万美元,这对于杜邦来说根本就是个不痛不痒的数字。 各方对这个处理结果都不满意。 环保局又组织了一场庭外调解会议,要求杜邦公司在帕克斯堡安装过滤系统,并向居民支付7000万美金。 环保局还将成立一个科研小组,研究到底是不是C-8的泄漏导致了居民患上疾病。 如果确实有关,那么居民将会得到医疗监护,还可以随时起诉杜邦要求赔偿。 2005年,帕克斯堡的居民都聚集在采血点,每个提供血样的居民还可以获得400元美金,钱当然由杜邦支付。 最后,一共采集了6万9千份血样,时间一晃来到2009年,特农死了。 科研小组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样本实在太多。 罗伯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科研小组的费用是由公司承担的,因此公司向罗伯提出第四次减薪。 巨大的压力下,罗伯终于倒下了,因为长期的压力,他患上了短暂性脑缺血。 2012年,他接到了一个电话,科研小组的研究终于有了结果,他们已经把C-8跟六大疾病关联起来,确定居民是因为C-8患上这些疾病,他们因此可以得到医疗监护。 罗伯喜极而泣,回到家中跟妻子拥抱庆祝,他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可此时又接到一个电话。 C-8是不受环保局管制的物质,杜邦因此毁约,美一起索赔都得和他们打官司,肯定会有许多病人放弃,他们根本告不过杜邦。 罗伯崩溃了。 最后,杜邦用6亿7070万美元对3535起诉进行了调解。 C-8依然存在于地球所有生物中包括90%的人类,从特农踏进律所大门,距今已经二十多年,罗伯依然在战斗。 剧中的主人公罗伯放弃了身任合伙人能给他带来的巨大财富和名誉,而将人们的生命和正义的重要性高至头顶。 他与杜邦的较量,一开始便好似没有终结一般令人绝望。 但罗伯还在谱写历史,我们的身体里或许会因为罗伯的努力少积累一些永不降解的化学物质,又或许不会。